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原生蛋仔 它们有棱有角 但是当我们点击滚动以后 它就立刻会变成一个光滑无比的圆形蛋仔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蛋仔岛中环 隐藏着一只非常恐怖的蛋仔 它开启滚动以后就会变成一只 椭圆形的蛋仔 你们难道不好奇 椭圆形蛋仔它长什么样子吗 如果你的蛋仔在开启滚动技能以后 也会变成圆形的蛋仔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上的绝大多数蛋仔 它们开启滚动以后 都是圆形的 比如说机械视为敌 开启滚动技能以后 它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圆形的蛋仔 并且它会跑得很快很快 还有它的好朋友航天员来卡 当它点击滚动以后 小狗来卡 也会变成一颗圆形的蛋仔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这个开启滚动以后 就可以变成椭圆形的蛋仔 它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这一颗蛋仔 它的名字叫做小飞船舟舟 小伙伴们你们看 它的外形打扮 酷似一艘飞船 当我在游戏中开启滚动以后 小伙伴们你们看 它没有变成一颗圆形的蛋仔 它变成了一颗椭圆形的蛋仔 所以说 蛋仔岛中有只非常恐怖的蛋仔 就是小飞船舟舟 因为开启滚动以后 它就会变成一颗圆椭圆形的蛋仔 你们知道了吗